大家好,我是阿石 有时候我会觉得有钱的人是很惨的 因为如果有钱人成功了 大家只会觉得是因为他有钱 而大家看不到他的努力 但事实上我见过很多很有钱的公司 做一些产品出来都是不成功的 例如Google 大家还记得他曾经设计过Google Glass的东西 以及Google Plus的东西是没人用的 而Elon Musk是少数我认为 他除了有钱之外 在不同领域都取得成功的人 例如他之前是PayPay的创办人 他另外有一家做火箭的公司 同一时间有Tesla这家电动车的公司 而他这几家的公司 不是一般赚钱上的成功 而是在领域上有创举 有很大的突破 甚至是影响人类的命运 所以他不禁令我很好奇 就是他平时是做些什么 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怎么做一个决定的 所以在这条影片里面 我们尝试进入Elon Musk的思考领域 大家开始之前 我们先多谢这群Patreon的支持者 在有次记者的访问里面 有个记者问Elon Musk 他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 他说他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跟工程师谈 如何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创业家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科学家 以及是一个硬件和软件上的工程师 他经常都会在不同的发布会上招评人才 他想拼请全世界最顶尖 有解决难题能力的工程师 而关于解决难题 他很强调是需要有第一原理的思考方法 英文叫做First Principle Thinking 就是说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是用感觉 不是只是用过去的经验 而是将那件事 还原到最基础物理的知识上 去思考这个问题 他提过他小时候很怕黑 他就思考为什么会害怕 为什么会有黑暗 他发现黑暗是不存在 黑暗只是缺乏了光线 而光是光子组成的 当他明发了这个道理之后 他就不再害怕黑暗了 在2020年的9月 Tesla就举办了一个电磁日 在那天上面 其实他们就是发布了 他们的电磁技术有什么突破 在那天的发布会上 Elon Musk 和他们的团队 都不止一次提过第一原理思考的重要性 所以我会将这条影片分为两个部分 在下一次的影片 我先去简介一下Battery Day当中发布了什么技术 在这条影片里我们集中了解一下什么叫第一原理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Tesla要自己去研究电池 而不去和其他生产电池的公司购买呢? 要了解这件事 其实先要了解Elon Musk 当初为什么会投资Tesla 他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是2019年5月的新闻 那天是录到炭浓度的排放量是历史新高 而且是80万年以来最高的一天 即是说空气已经非常污染了 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数据 可以看到自从1840年开始 工业年代诞生之后 污染就不断提升了 空气污染除了会直接影响呼吸之外 也会导致温室的效应令冰川融化 这个难题是非常大的 那如何透过第一原理解决呢? 第一原理简单来说是五个步骤 首先定义了目标 第二就是列出所有障碍 第三就是问一个好的问题去质疑一下 为什么我们过去处理不了这些障碍 然后将这些障碍分到很仔细 去到一个最基础的原理去分析 第五就是重复这些步骤 你就这样看这五个步骤 是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要更加去了解人大部分时间 其实是怎样解决问题呢? 先要去了解什么叫做路径依询 Path Dependency 我们大部分时候的选择 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 都是会基于惯性 即是用过去的经验和习惯作出选择 而不是用理性的 关于路径依询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用电脑Keyboard的设计了 逻辑上 Keyboard上的设计是要方便你打字打得快的 但其实现在的设计偏偏是要令你打得慢的 因为Keyboard的设计是源自于打字机 由于打字机你打得太快的时候 那部机会卡死了 所以它现在安排字母上的设计是要令你打得慢的 当我们面对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倾向会用经验或者过去的习惯 去解决一些我们之前没见过的问题 但我们很少会质疑过去的经验是否合理 而当有创新者提出一些之前没见过的方法的时候 往往会被人嘲笑 苹果的创办人Steve Jobs 他在第一代iPhone的发布会上 提出其实电话是不再需要有实体的Keyboard 在发布会完结后 有记者访问Microsoft的CEO 这就是他的反应 Steve Jobs goes to Macworld and he pulls out this iPhone what was your first reaction when you saw that? $500? Fully subsidized with a plan? I said that is the most expensive phone in the world and it doesn't appeal to business customers because it doesn't have a keyboard which makes it not a very good e-mail machine 他嘲笑iPhone是没有Keyboard的 传 e-mail的时候会很不方便 再加上整部电话要是500元美金 是当时全世界最贵的电话 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 他那时的预言 苹果最后都要跟着Microsoft的规则走 10年之后 2017年的时候 Microsoft的Window Phone 在全球智慧手机中 只占了0.1%的试占率 甚至最后停止更新 而iPhone仍然是全世界最暢销的手机 在2020年的年中 Elon Musk 另一家公司 Linq 发布了新的技术 就是在你的脑袋表面安装一个接收器 他认为用Keyboard来打字是慢的 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传送你的想法给另一个人 因为现在的沟通其实出现很多盲点 因为有时我的文字演绎不了我的想法 或者你的想法错误理解了我的演绎 所以用第一原理去解构就是 我们沟通的时候 其实怎样由想法变成一个口腔的活动 可以传递到语音出来 或者怎样透过想法令到我们移动手指 可以在Keyboard上打字 其实这种就是来自我们脑部的一种很特别的细胞 叫做神经元 它就会产生一种电流的密充 去控制我们身体上所有的动作 而其实这些电流 你将它记录在电脑上看 其实它有一个规律在这里 有一天只要我们解构到这个规律 心灵感应不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事情 长远要令人类的沟通更加有效的话 大部分的创新方式 可能都会想更快或更好的Keyboard 但透过第一原理的解决 创新的方案就是要研究脑内的细胞 回到第一原理 你会发现第一原理看似简单 其实绝对不容易 因为我们习惯了见惯不怪 而第一原理的重点就是见惯都怪 我们现在地球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 我上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 要解决这个气候变化 其实当中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其中有一间研究中心就提到 它说是需要在未来十年 将二氧化碳的气体排放量 是要减少一半的 这些气体排放是来自哪里的呢? 有接近两成是来自农业 七成以上是来自能源事业 而当中你会看到是用于工业、商业大厦和住宅上的发电 而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交通工具 我看回这些文章当中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它提到就是吃少一点肉 因为养殖动物需要用很多水和砍很多树木 间接增加了碳的排放量 而另外就是减少搭交通工具 减少搭飞机 减少购物 甚至是减少生小朋友 我希望将来的人工智能看不到这篇文章 回到这篇图 要解决气候变化 其实重点就是不可以再依赖石油这一类的化石燃料 而要做到不依赖的话 就是要鼓励人民去节能和减排 就是叫他们吃少一点肉 乘搭少一些飞机 甚至乎不生孩子 你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环保的机构 就是透过捐款去教育市场去环保 或者推动他们政府去修例 约束一些企业去减少碳排放量 而哪些公司排放最多的二氧化碳 就是大部分生产化石燃料的公司 而他们同一时间也是全世界以营业化计 最多收入的公司 而你会看到第七位就是Volkswagen 其实欧洲那边有弱速一些生产汽车工业 去减少碳排放量 他们需要在车上安装检测器 去检测排放了多少废 但Audi和Volkswagen被揭发造假 在检测器上做了手脚 原来他们的车每一格都严重超出了排放量 所以后来收到政府和很多车主去集体控告他们 最后被罚款了250亿美金 从结果来看 这种立例约束企业减排的做法 其实是不多奏效的 鼓励人民去改变行不行? 我自己经常在Facebook的广告上 看到环保团体的广告 照片上是一个融化的冰川 里面有一只很瘦削的笔记熊 我每次看完照片之后 心里都会难过一阵 但每天回到公司 我仍然会开冷气 而且每一天都会吃肉 所以要解决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 其实要将人是自私和短视这个因素 包括在内 所以单单透过鼓励人民去节能和减排 这种方法是难以臭效的 所以Elon Mask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就是推动使用再生的能源 但它的方式不是要搞一个慈善机构 而是要令人真正地爱上一个再生的能源 而重点是 这个方案是不能改变人类现有的习惯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现在要发明一个全新的keyboard 上面的英文文字有一个重新的排列方式 声称是可以打字更快的 我相信你这个keyboard的生意很快就会倒闭 因为人已经习惯了旧有的方式 你要人改变的习惯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Elon Mask在这个原则之下 他要发展太阳能 以及透过电动车去取代旧有的汽车 而同一时间他不能改变人类用车的习惯 在过去为什么电动车会不成功呢 因为大家会觉得电动车很贵 大家会觉得电动车充电的速度太慢 以及觉得电不耐用 以及行驶距离太短 所以他要电动车普及 他一定要做到现有汽车做到的东西 甚至要做得比他更好 例如他价钱太贵 他的续航距离要达到300kg 他内容的程度 以及这辆车可以大量生产 然后针对这些细行 他还要问很多很多的问题 例如电动车到底贵在哪里 为什么电池会不耐用呢 当中电池里面的化学原料 其实是否可以再调整呢 要了解其实在TESLA之前 其实也有其他车厂尝试去做过电动车 但是他们的电池不是自己做的 而是跟Samsung、LG 以及一些中国做电池的企业去买 他们自己是从来没有研究过电池的技术 所以要真正令到电动车可以普及 他们就选择自己去研究电池的技术 用回第一个原理去看 第三个步骤就是针对一些阻碍 去问一些关键的问题 我就用价钱这个项目来做一个例子 就是其实电动车究竟贵在哪里 其实你会看到一辆车三成的成本 其实就是来自于电池 而在电池里面 六成的成本就是去了物料 而当中最大的成本就是来自那个阴极 所以他透过不停地问问题 去分拆到电池最基础的原理 就是里面的一些化学元素 例如他见到COBO 它不单是贵 以全球资源来说 它的产量是少的 所以很难做到量产的车 很难做到量产的话 电池就很难去普及 普及不到就会淘汰不到汽车 它一路淘汰不到汽车的话 就一路需要依赖化石燃料 这是美国能源部的指标 它当中提及到电池除了要够轻 以及可以做到1000次的重复充电之外 就是生产成本要够便宜 例如kWh要便宜过100美元 顺带一提 kWh就是我们中文俗称的一度电 这个世界当然不仅只有TESTER 一家公司去研究电池技术 其实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如何令到电池更便宜 所以白色那条线就是预测 其实电池技术在2025年的时候 都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但是TESTER觉得不够快 所以透过Battery Day 他们发布了新技术之后 他们预测2025年电池的成本 可以比正常的预测再便宜50% 而这个正正就是TESTER TESTER的使命就是推动全球使用可持续的能源 但我自己认为它的中文译得不太好 因为它的英文是使用accelerate 我认为用加速这个字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整个电池日是一个很完美的演绎 如何运用到第一原理的思考模式 就是透过很仔细地抽屎摸检 解构到电池每一个元素 从而去提升到电池的密度 再从而去解决到整个世界能源的问题 在电池日那天 它的股价是跌了一成的 有人访问Elon Musk Elon Musk 提到 其实我正在解决的是能源的问题 如果你不认同的话 你可以卖我的股份 我是不会在乎的 我的原则是没有评论别人 为何他们应该在特斯拉 卖你的股份 我不在乎 所以当你明白了第一原理是什么 在下一条影片 再看回Battery Day 去解构电池技术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新的角度 重新了解这件事 你会发现Battery Day 根本不是一个股东大会 它没有想着讨好你 令它的股价提升 而是它是想透过发布这些技术 去吸引全世界最顶尖的工程师 一起去Tesla 那间公司去解决问题 下一条影片 会集中说Battery Day 里面的电池技术 对我这个文科人来说 确实是需要时间去了解 那我最后才知道 原来电池 其实是原来好像一卷设置 是卷出来的 那在下一条影片 你就会了解更多了 我们在下一条影片再见